你想要快一点学好一门语言 但是又不想要被一堆文法或者是单字的话呢 阅读呢我觉得是一个可以帮助你快速学习语言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很多人刚开始学习日文的时候 想要试着挑战那些密密麻麻的日文原文书 我自己当初也是这样子 但是买了一本日文原文小说之后发现自己的程度完全跟不上 然后有非常多的单字啊文法我不懂 那看不懂就会觉得很沮丧 那就让我有点感到挫折 所以这集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要如何从阅读上面来增加学习日文的乐趣以及自信心 希望能够帮助到正在学习日文的你们哦 很多人一开始在阅读的时候啊 就想说要嘴巴一起念这样子可以顺便练习口说 所以他就会看着文章然后一字不漏的念出来 这个习惯呢虽然它可以帮助你增加比如说耳朵对于单字的记忆力啊 可是呢如果你是单纯想要阅读的话 我觉得会让你的阅读速度变慢 那变慢之后呢我觉得就会让你在阅读上面会变得很没有耐心 就觉得到底什么时候才要读完啊 我自己是这样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可能会影响到你从阅读上面感受到的乐趣 那我也没有办法从阅读上面感受到学习语言的快乐 所以后来呢我就再也没有试过在阅读的时候呢一字不漏的把单字念出来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阅读的时候呢 如果你边阅读边嘴巴念出来的话 其实你的注意力会被分散到嘴巴上面 因为你就会想要发好每一个音 然后去确认自己的读音有没有正确 所以我觉得你的专注力是在嘴巴跟耳朵上面的话 你反而没有办法好好去仔细阅读书本上的内容 比如说这本书在讲什么或者是为什么这边要用这个单字 这个文法无法揣测作者的心意 所以这也没有办法让你好好阅读一本书 或者是从阅读上面感受到学习语言的快乐 所以记得阅读的时候千万不要一字不漏的把每一个句子念出来哦 如果你程度不够的话你是初学者的话 阅读日文小说的时候你一定会有很多不懂的单字或是文法 然后你就会想要去查这是什么意思 我当初也是这样就真的是一个一个字去查 但是这个很花时间之外呢 它也是跟刚刚第一个一样哦 它会让你失去对于阅读的兴趣 因为你就觉得好麻烦哦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读懂这本书 一个一个单字去查呢 确实能够增加智慧量 但是呢如果你想要好好的享受阅读带来的乐趣 我是不建议一个一个字禅 因为我看到不懂的话你就尽量先跳过去 你只要大致上的抓到文脉的意思 你其实就可以读懂了 所以刚开始阅读的时候我们可以不要每一个字都懂它的意思 这样子呢我觉得可以比较能增加你对于学习正面语的自信心啊还有乐趣 什么叫略读呢就是大略的去读懂一本书叫做略读 我想要表达的是说你一本书买来 你可以不用从第一章节看到最后一个章节 这样子循序渐进的看下去 你可以先从自己最喜欢最有兴趣的部分开始读 为什么我会推荐这样的读法呢 是因为一本书的内容里面不是百分之百所有的内容你都有兴趣的 那如果你从一开始呢就阅读没有兴趣的章节的话 你就会觉得说那我什么时候才能读到我想要读的那个章节 你就会心急之外呢就会没有兴趣阅读下去 或者是呢你一开始就先读没有兴趣的文章的时候呢 那很容易就不想要再继续阅读下去 那你一样没有办法从阅读上面获得快乐的话 那你也很难从阅读上面得到学习日文的自信心 还有学习日文的乐趣 那当然依据书籍的种类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像小说的话 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像这样子所谓的掠读 那如果你是读那种报章杂志啊评论啊 或者是时事类的书籍还有商业书籍的话 我觉得掠读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可以让你增加对于阅读的自信心 那如果你都已经读完自己非常想要知道的部分的话呢 我觉得你再回头去看那些自己可能没有那么有兴趣的地方的话 那我觉得你比较有机会可以赶快读完这本书 当你读完整本原文书的时候 那个成就感真的是 我真的说非常的爽快 然后你会觉得说 哇学语言怎么可以这么的快乐 我竟然看得懂原文书上面写的内容 我自己很棒 那你就会有一个正向的循环 那就会帮助你继续下次想要再阅读更多的原文书籍 或者是学习更多的新的单字啊 或者是文法 如果有看过日文的原文书的人的话 就会知道日文其实是非常长的它的句子 跟中文不太一样 那日文它会有很多修饰 所以会变成它的句子会蛮长的 但是呢 我觉得一开始如果你程度不是很好的话呢 你可以先直接抓到那个句子的重点呢 在哪里的话就好了 那句文的句子的重点通常是放在最后面 所以通常你只要看最后面是在讲什么的话 那你就大概知道说这句话是在讲什么 因为前面其他的地方都是在修饰后面的那个句子 所以说如果你想要赶快读懂一个文章的话呢 你只要看最后面的那个部分就好了 那关于你要怎么样快速的掌握句子的结构呢 我在之前有一个阅读分析的影片里面 有教大家要怎么样快速的掌握句子的结构 还有怎么样去分析文脉 这个影片我相信对刚开始学日文的人应该非常有帮助 或者是如果你想要考日简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日简的阅读题啊 其实是非常多的 非常多然后又很长 那你要在短时间内做完的话呢 那我觉得要学习怎么样掌握文脉的重点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 那有兴趣的朋友的话 我会把这支影片连结放在资讯栏下方 你可以点进去看看咯 那最后一个想要分享的就是呢 在阅读上面真的不要偏识 什么样的种类的书籍都要阅读看看 我之前有跟一个企业家的老板吃过一顿饭 他那天晚上问了我一个问题 让我觉得很有趣 我想要分享给大家 他问我说如果今天你有机会跟巴菲特吃饭的话 你会想要跟巴菲特聊什么 被问到的当下我其实有愣住 因为我完全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然后他是说就聊一些风花雪月 他说他观察到那些企业家成功人士在聚会上所谈论的 其实不太会是一直在讲商业上的东西 他们比较多是聊艺术啊哲学啊 俗称风花雪月的东西嘛 对反正是聊这些文化上的东西会比较多 那你要怎么样去获得这些文化上的知识呢 就是靠阅读各个领域不同种类的书籍 那我自己也是平常呢我会尽量阅读各个不同种类的书籍 像是这种书评类的啊 因为我想知道这些写书评的人呢 他们在看一本书的时候会去怎么样思考 所以我觉得这个书评类的也蛮有趣的 或者是小说当然我也会读 那还有这种商业书籍也很好懂 在日文里面我觉得商业书籍是最容易懂的一个类别的书籍 它很好阅读因为它没有太多的困难的单字或者是文法 所以商业书你可以读得很快 那我一开始学日文的时候我也会去读商业书籍 那因为可以很顺利的读完 那我那时候觉得阅读日文原文书真的是非常的快乐 我觉得我居然能看懂 然后增加了我学习日文的自信心 我觉得如果你已经有学了一段时间的文法跟单字 但是你又不太敢看那种太长的小说的话 那我觉得你可以先从这种商业书籍来开始看 比较能增加你对于学习日文的乐趣哦 那还有一点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啊 你看了这么多种类的书籍的时候呢 你其实会发现啊 日文里面它很奇妙的一点就是呢 像是写小说的或者是写书品 跟写这种商业书籍的写法呢 其实是不一样的哦 你仔细去观察它里面用的描写方式啊 还有用的智慧啊 跟一些比较特殊的表现 不同种类的书籍呢 它就会有不同种类的写法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体验学习日文快乐的一个方式 就是你会发现 哇塞原来日文这么的奥妙 这么的有趣 因为它居然可以在不同的地方 会有不同的描述方式 因为这是我学习日文的时候 感受到的 学习这本语言的很快乐的地方之一 所以我很想要让你们体验看看 所以你们一定要去读各种 不同种类的原文书看看 你就能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以上的五个方法呢 就是我在学习日文的时候 用阅读来增加自己 学习语言的自信心 还有从中体验 学习日文的快乐的方法 那这些方法你不一定要照做 因为每个人的阅读习惯不一样 我不知道你的习惯是什么 所以你不用完完全全听我的也没有关系 那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阅读原文书的话 那希望我今天的五个方法有帮助到你 那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阅读上的小技巧 或者是推荐的日文原文书的话 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给大家 因为我也想知道大家都喜欢看哪一类的书籍 我自己之前也做过两三支 关于我阅读的原文书的影片 那之后我也会继续更新这类阅读的影片 挑几本我觉得还不错 很容易阅读的日文原文书跟大家分享 所以如果你有想要建议我阅读的书的话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 祝大家都可以从阅读上 获得学习语言的快乐